让声帐声有展现的平台 同时也让一般声了解声帐声的处境 文化大学龙虾周展登场了 找来毕业校友国乐系的声帐声周静发当表演嘉宾 他说龙虾周展对于声帐声的帮助 真的很大 而校方也表示 未来会努力将龙虾周展越办越大 虽然看不到还有听障倾度的周静发 双手就像有魔法般 弹奏的音乐系现场观众聆听 已经毕业八年多 当年也是参与龙虾周展的声帐声 周静发说这个展对声帐声帮助真的很大 除了让他们有展现的平台之外 更重要的是让一般声了解声帐声的处境 那其他没有接触过声音障碍者的学生能够了解我们声音障碍 然后我们声音障碍的有些状况 然后是需要的生活 然后有什么样的辅具都可以让他们那些学生可以去了解的 各种声帐辅具展示以及体验 还有义脉活动 而且义脉志工也有声帐生来参与 今年大四的郭怡君曾因为听障的关系害羞自闭 现在透过资源教室的鼓励 今年勇敢走出来当义工 不再担心说不清楚 而被郭怡君服务的同学觉得如何呢 他们很认真 然后是跟我们介绍说就是每一本书或什么的 今年已经迈入第十八年的稳大龙虾周展 不只扎根校园无障碍的观念 也要来校外声帐团体一起参与交流 校方表示因为声帐声都很优秀 未来一定会更努力的将龙虾周展的规模越办越大 记者陈秀林王新中台北报导 立法院三读通过 女性受雇者每个月可以请一天生理假 如果一年之内不超过三天 就不必并入并假来计算 立法的目的是为了不要排挤 每年原有的三十天并假 痛起来做也不适 躺也不对 许多女性生理期都有惊痛的问题 目前如果想请生理假是按照并假来计算 但立法院最新通过修正性别工作平等法 女性每个月可以请一天的生理假 一年如果不超过三天就不并入并假计算 超过三天才算并假 这三天基本上由雇主来决定 他可以执行 他也可以比照并假搬薪 或者是说都不给薪 提案修法的立委表示三天的生理假独立计算 是为了不排挤女性劳工一年三十天半薪并假的权益 不过因为这三天的生理假不知心 有些女性劳工认为很不划算 他比太好吧 没有钱 也有人认为敢不敢请生理假其实取决于企业的态度 因此即使修法很多人还是不敢请 医老板规定吧 对啊可能有的会被吊啊 不太会放啦 员工也不太会敢请吧 为什么 怕被辞掉吧 根据老委会的调查 101年全国提供生理假的事业只有45.6% 不到半数 女性请生理假的比率更只有11.8% 愿意或是能够请生理假的女性只占一成 就看这回修法能不能让女性的生理假更普及了 记者林整午郭俊林台北报道 商业周刊因为一份针对市售乳品还有药物的检测报告 杠上了卫生福利部 而现在若农他们也出面表示 商周的报道让他们的努力被污名化 并且造成巨大的损失 要求商业周刊在7天之内公开道歉 否则就要提告 高喊国产鲜奶实在安心并大口喝下鲜奶 洛农协会 乳品工会以及乳液协会 共同召开记者会 针对商业周刊报道乳品含禁药一事 他们认为所有的努力被污名化 决定将在周三对商业周刊寄出律师信函 在今天这个季节会以后 周刊跟民传大学能够给我们一个回应 要不然的话 怕不上鲜奶粉 这个我们都是倾向之一 提告或者是抗争 我们也不排除 洛农协会表示 原本国内一天 乳品的销售量约6000万元 但自从商专乳品事件爆发以来 销售量已经下降2到3成 如今官方检验合格还给洛农清白 证明国产乳品卫生安全无余 整个洛农的生意都被毁灭了 假如他再不澄清的话 台湾的洛农在这个产业有意义吗 我们本来正是一个神圣的工作 好不容易50年了 只剩下18%的乳原 还要毁灭吗 洛农协会表示 如果商周收到律师函后 7天内没有正面的回应 例如公开道歉等 将率洛农北上抗议 让商周体会洛农的愤怒 而商周则表示 尚未收到律师信函 无法作出回应 记者物雅宇徐奇峰特报道 台湾的羽绒年出口量 高居全球第三名 农委会从今年起 把羽绒列为CAS第16大项验证产品 目前已经有两家业者的产品通过验证 今年入秋首播强烈大陆冷气团 周四即将报道 不少民众采卖羽绒依赖寒 为了确保品质 农委会今年正式将羽绒 列为CAS第16大项验证产品 目前就有两家业者通过 保证原料和制产都是台湾制造 含容量高达九成 但是价格不便宜 每件定价约八千到一万元 一定是在这个90%以上的一定要都是符合羽绒的这个规定 第二个它的色泽一定要很洁白 那么柔软度应该是相当柔软的 农委会表示真正的羽绒是指压额胸腹部的细毛 一颗完整的羽绒看起来就像蒲公英 摸起来的触感细致也能保暖 我国羽绒去年出口总值达2.54亿美元 出口量居全球第三位 是世界主要的羽绒供应国之一 主要的是真正的好 那如何让生产的人 他们专心把品质生产好 那这政府把关好 那消费者得到他们要的东西 这才是最重要的 羽毛工会则提醒 市售一些羽绒备货羽绒衣 可能混杂着羽毛 鸡毛以及其他的填充物 羽绒含量极少 因此在购买前先检查成分标示 再闻闻看有没有羽毛的味道 然后拍起来有弹性 以及触感轴软 没有羽毛梗 才是真正的羽绒产品 接着陈小青 陈保罗台北报道